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蓝星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PR入门基础教程 首先我们先打开PR会看到这么一个形状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就是工厂 你随便建一个工厂 就相当于平时打游戏新建了一个存档一样 这就是第一步新建一个工程 然后这边是一个素材区 我们就可以导入你拿手机或者是 那个录屏工具 录制出来的视频素材 我们可以给它导入进去 什么都可以的 甚至一些gif图 比如说我拿我平时的游戏录像 把它导入进去 然后再拖到这 从左边拖到右边拖到这 它就可以进行操作 这是第二步导入视频素材 导入之后第三步就是剪辑 如何剪辑呢 就是剪视频如何剪呢 大家看这里有一个剃刀工具 我这个是PR2018版本 不知道其他这个版本通不通用 反正我这个版本是这样用的 剃刀工具 剪 你就可以把这些视频分开 然后这个标尺 你点一下 这个是精细的一个裁剪 然后你就可以删掉一些自己不想要的 或者是一些效果不太好的画面 比如说这个画面 全都是我失败的镜头 全都是我失误的镜头 绝对不能要 给它删掉是吧 它就没了 右键 这个右键 然后删除 它就没有了 然后第三步就是剪辑也交完了 那第四步是什么呢 第四步我觉得应该是加入BGM 怎么加BGM呢 就是还是这 这是一个素材区导入 导入你平时在 酷狗啊 或者是网易云下载的音乐 MP4音乐文件 建议是MP4是吧 因为MP4格式还是 是最通用的格式 我感觉 导入进去 然后拖拽进来 然后你要是它这个背景音乐 大家听一下声音比较大 声音比较大怎么办呢 我们就给它调小一点 怎么调小呢 右键音频 然后这有个音频增益 给它填一个-20 你不一定是-20 你可以-19 -15都可以 根据情况 点击一下确定 然后再听 它这个就变少了不少 第五步呢 如何给这个视频加后期配音 你看有一些游戏解说 或者是一些游戏攻略UP主 他们有些是实况 有些是后期配的音 它在PR里面也是可以配音的 是吧 比如说我们点这个话筒 是吧 有一个画外音录制 这就是第五步 如何后期配音 用PR后期配音 我们点一下 就比如说我可以配音 是吧 太阳大红罩 华儿对我小 小鸟术早得早 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宝 是吧 然后再点击一下 它就会停止 然后这一段就是我自己后期给它配上的素材 后期配上的这个声音是吧 我们来听一下 华儿对我小 小鸟术早得早 好了不听了 这个声音实在是太难听了 给它删除 确实很难听 然后这个就是点击这个 点击一下开始录制 再点击一下 就停止录制 你可以后期加上你的一些解说 还有一些讲解之类的 这是第五步 是吧 第五步 第六步就是怎么加字幕 这也是基础 加字幕 大家看 还是这一栏 有一个文字工具 点一下 是吧 然后再点一下屏幕 比如说你想这个地方 我要说 我要说 我是一个小丑 怎么呢 就在这个地方选择 这开始 然后打字 我是小丑 我是小丑 点一下 它就会显示出来了 那怎么调换这个文字的文字呢 我怎么调换这个文字的颜色 或者是位置呢 我们可以点击这 这个左上角有个效果空间 是吧 这有个位置 上下左右都可以晃 然后你甚至可以把它这样 可以这样 你还 你还甚至可以改变它的这个颜色 这个有个填充就是改变颜色 但是你改变之后 你必须得是 怎么说呢 点一下这个笔 然后变一下颜色 你得重新打 你得重新打字 没按确定 没按确定 1515 确认 你能看 是小丑 就重新变 然后这个有很多 然后怎么样 添加它这个 怎么样它变长变短呢 比如说这样 它就变成15秒了 这样 它就变成 10秒了 这个加字幕也讲完了呢 应该就没什么好讲的了 我觉得这个一些比较基础的操作 也就是这样的 说多了 就有点视频 这个时间就有点长了 这个剪辑 加BGM 后期 后期 后期录制声音 然后再加上这个加字幕 已经好多了 那比如说我 我只是想做一期非常简单的一些 类脱口秀 或者是一些类解说 这种类型的视频呢 比如说 视频导进去剪一下 然后配上音 然后加上一些字幕 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就是把这个视频 怎么样给它导出来 那就很简单 文件 点击这个文件 这有一个导出 这有一个媒体 点击 你看我们这个 它一上来会给你选一大堆 乱七八糟的格式 这时候我们格式都不要选 选这个H.264 也就是我们最常用的MP4格式 一定要选这个格式 这个格式是 这个编码格式是最 是吧 最通用的一个格式 输出名称 我们也可以给它改一下 以防自己记不住 比如说这个是游戏视频 游戏视频 给它保存一下 是吧 保存一下 这个这些下面这些东西都是默认的 是吧 不建议更改 是吧 不建议更改 然后使用高质量游戏视频 这个点不点 我感觉都无所谓 然后导出 然后它这个编码的速度和你这个电脑的配置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有些时候你甚至可能会出现 配置差的可能会出现 当机啊 或者是卡死的这种情况 都是很常见的 是吧 建议那个CPU 不管是配置方面都要好一点 然后这么个视频 你等待个几分钟 甚至十几分钟 比较长一点的需要几十分钟 它就会导出来了 然后你就可以在某个文件夹里面 比如说你是从这个文件夹导入的视频 然后它就导出也会导在这个文件夹 你就可以看到了 那好 这个本期这个PR的基础教程就到这结束了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求转发 求硬币 求收藏 求推荐 求关注 在这里跪求了 如果有不懂的呢 或者是不会的呢 可以私信或者是评论 向我询问 我都会尽力帮忙解答的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结束了 如果做的好的话 那就支持我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